3秒就能拆解电瓶,各种型号都能进说囊中 不仅是环保的力气,还能成为赚钱的工具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电瓶车成为很多人的代步工具 电瓶中还有千等有害物质 随意丢弃则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但是这些有害物质也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能源 可用于新电瓶的使用 传统拆解电瓶的方式主要依靠人工 人工拆解效率低,安全性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煽动小火发明了电瓶拆解机 机器主要由振动电机提供动能 增加机器的振动频率 使得电瓶中的轻快与外壳脱离 完成电瓶的拆分工作 在实验前期 由于机器的振动频率无法准确把握 而出现了分解过碎或分解不全的问题 而造成材料的浪费 机器增加了两个振动电机 提高机器功率的同时 也能提高机器的作业效率 避免第一代机器硬动力不足 复合过大而出现冒烟的情况 新改进后的机器 保证了工人的作业安全 增加传输带 机器可以有效节省人工 采用不同型号的入口 机器也可以完成不同型号的电机拆分 可以实现一机多用 点瓶拆分机的出现 不仅减轻了废旧点瓶对环境的污染 保证了工人的作业安全 提高作业效率 发明的意义就是创造新的未来 为它的发明致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